居士问 我们看到经典中说 有些人遇到佛陀 并听他说法就能开悟 然后头发和胡须自己掉落 身上就会出现袈裟 并且立刻证得罗汉果 但是却没有听说过 有人听到佛的说法 而立即证得菩萨果位 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炳南居士答 小圣佛教的经典是这么描述的 小圣佛教的目标是求得自己解脱 当见或思惑被破除时 所证得的就是罗汉果位 而大圣佛教的经典则不是这样 他们更多的着重讲述发起菩提心 既要自己向上求取佛道 也要向下帮助众生 主张广泛的救度众生 破除沉沙般的无名 那么所证得的自然是菩萨果位 大圣经典中常说 要发起最高无上的菩提心 或者说可以得到不退转的境界 或者说愿望可以迅速实现 一切都能成功 或者说会得到预言受计 这些都是证得菩萨果位的表现 这些都是大圣和小圣经典中 不同的记载之处 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自己解脱 而不肯发菩提心 他怎么可能突然证得菩萨果位呢 若是没有这样的因 自然也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果